有什麼問題嗎 問題是正義大學旁邊 正義大學旁邊 東京恐怖學院 7月5號起 西門町New West 大國異星 要開始吃飯的時候 現在最強的重點 這裡有影片 大家請看 來看一下 有圖有真相 就阿蓮最喜歡聽到 只要你聽到人家講話 就抬起頭來跟你說 不對這是什麼 他好噁心喔 阿蓮很喜歡反應 就全世界都在等阿蓮 大家都吃完了 劉璇素顏 好可怕 不是阿蓮有反出 對 他吃一吃然後拿出來 不對 我跟你講這個不是什麼 好噁喔 他都一直這樣搖一搖 阿蓮真的都這樣吃飯嗎 對啊 幹嘛這樣 阿蓮吃飯超慢的 不是 他真的是這樣子 往前一步 然後退兩步 他就咬一口 然後 咬一口 然後吐兩步 等一下 他剛有說你 就是在休息是整理東西也是慢 然後停車也是慢 然後30公里也跟不上 沒有 因為是安全嘛 就是收東西的話 這是因為怕落高 因為其實像我們以前 國小的時候 有被訓練常常東西要戴 例如說帽子 書包 手帕 衛生紙 那時候我們就練習口訣 對 對 我就開始默念 例如說默念書包 帽子 手帕 衛生紙 然後在我要走的時候呢 例如說這邊錄完 你要走的時候我也會默念 就默念名牌 包包什麼什麼 然後重新檢查一次之後 沒問題才走 你知道他速度已經慢到 就是這裡錄完不是要拆布景嗎 已經這裡大哥都走了 燈都關了 阿聯還要再走進去一次 我說阿聯你要幹嘛 我不知道 我再看一下有沒有東西 你走了20遍 上一次阿聯離開攝影棚的時候 小燕已經進來化妝了 對啊 是耶 這個阿Q要補充一下是不是 我剛剛在考慮到底要不要補充 因為它是我們這一國的 可是有一次我們在討論表演 連你都受不了 對 我們在公司討論表演的時候 我去看他先到嘛 很快喔 然後他就在吃一個 就是一人份的披薩 然後我說阿聯怎麼 我就還跟他介紹一下那個披薩 然後他說一人份很便宜什麼的 然後我們就從7點多 開始討論到11點多 快11、2點 披薩還在 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他一直在吃 他沒有 他中間討論沒有停過 他還在吃 可是他吃到11點多還在吃 我說阿聯你為什麼還在吃 這怎麼吃這麼久 他說沒有…我跟你講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就是要 他是要那個要吃 要用心去吃這樣才會感受得到這樣子 小梁哥他剛剛陳述他自己的狀態 你覺得能接受嗎 沒有 我只是覺得 不知道為什麼大家 而且在講的時候 在講的時候我看到下面那個愛波 一直在翻白眼 就是一個很無奈 很無奈很失魂的樣子 不過你剛剛都受不了阿聯了 沒有 我覺得他有點太誇張了 因為之前我們去吃飯 他還是吃很慢 因為我覺得他 這是他最大的問題 對 沒有 我要講的是 就是我有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很煩寫勞報 我自己都覺得很煩 他好煩喔 他每一次都會寫勞報 他就第一 比如說我今天錄第一場跟第三場 然後第二場他就說 勞報寫沒 還沒 然後可能第三場錄完 然後我們可能大家要去吃飯 然後他就會說 他就會說 寫勞報沒 然後我就說還沒 然後他就會狂凶 他就說你這很慢 你到底要怎樣 為什麼勞報單要寫的 他寫很慢是不是 莫玲 我問你 比如說我們錄一整天 那你中間是不是有休息的時間 你是不是可以寫 利用時間 然後比如說我們第五場錄完 都已經七八點了 那我們是要去吃飯 我東西都收好 我們全部都收好 然後他勞報還沒寫 然後可能一天你錄三場 你寫那個勞報你就要寫15分鐘 那你為什麼不在中間空檔寫 就你懂我意思嗎 對 為什麼 我懂 對 這就是 我現在是不是有改善了 他現在有 可是他之前真的是 然後 而且他是講不聽 阿翁 沒有 我其實還滿喜歡我自己慢慢 因為我覺得他們幾個很衝的女生 都有我在旁邊都還滿 就是會覺得有安全感 然後慢慢來 因為他們都很急 他的牌子 牌子叫 對啊 阿翔茉莉 你還敢講 我們去工作 早上 他七點多起來 我們約八點四十 我們全部都到了 一個男生 這我不知道 一個男生遲到 然後害我們全體遲到 就是因為他 我們去工作 因為我們要搭上捷運 那你在搭什麼 對啊 他在廁所照鏡只要搭上捷運 你在搭什麼 你在補妝嗎 沒有 你有什麼好弄的 是因為你頭髮今天抓的 像冰淇淋布嗎 很爽 是嗎 還好 不是 重點是那一天真的起太早了 然後我就想說沒關係 我去廁所照一下鏡子 其實這是壞習慣 他在照鏡子 結果我想說應該抓得準時間 結果一下去捷運剛好走 可是因為我住蘆洲 蘆洲下一班車就是要十五分鐘 所以我那十五分鐘就在等 你可以隨身戴一個鏡子 對 對付這種愛遲到的這種 有沒有什麼應對方法 Angela 我覺得就是要把時間 時間都給他排好 因為像我跟他們如果 會跟自己朋友出去吃飯 我都會說 我已經訂好餐廳了 六點到八點吃飯 九點我要去成品買書 十點我要去上班 你只要這個時間過了 我們就沒有辦法吃飯 然後六點到八點 六點沒有來 七點沒有來 那你就不要吃了 我吃完我就會走 我才不管你 我都會把數字都排好 可是小燕哥真的有碰過藝人是 他可能 我真的看 我深深看過女藝人畫 真的假的 畫一個嘴唇的時間 我整個臉畫好了 就是 有啊… 他就是一直 他就是 他化妝就是從頭畫到尾的那一個人 就是說可能有四個來賓 那四個 那其他三個都畫完了他也在畫 然後畫完了以後就是 人家說我們要下一位來畫了 然後他就會在旁邊還是就是 給你借個口紅好不好弄一下 然後給你借個什麼弄一下 就是他就從頭一直摸到尾 然後摸到 已經到廠上來準備要錄影了嘛 他也是帶兩個小粉餅還是 口紅在這邊還是繼續在補 還是有這樣的 對馬廊中來講的話 即興值的人這樣控管你們 你們自己壓力是不是很大 全或差 對不對 有沒有什麼苦衷 好嗎 小燕姐 六璇 因為像我有時候跟朋友約 十點到某一個地方集合 然後我那個即興者朋友 可能九點四十五就到了 這是我 然後他就會一直打電話說 你到了嗎 你到了嗎 然後我明明就算了剛剛好 我十點會到 然後他們就一直催我 結果害我都忘東忘西的 就這個沒帶那個沒帶 他為什麼要催我呢 我本來都想好了 對啊 對啊 你這有點是藉口的感覺 小妞 就我覺得慢慢來只是 東西不想要露啊 你就會覺得一下一下慢慢收音 我一定要講 他們為什麼每次 為什麼你們每次都要一直催我說 他說你快點他們不等你了 好 Angela 不行 這件事情 我也要常常 他說他為了不要忘東西 但他每次都罵 摸了那麼久 還是忘東西啊